在中共全面禁止日本海產品進口後 美國駐日本大使伊曼紐爾星期四訪問福島 表達對當地漁業的支持 同時批評中共以核廢水作為藉口 出於政治動機對日本實施經濟脅迫 他表示 如果日本因中共禁令 向世貿組織提起訴訟 美國將會全力支持 伊曼紐爾稱讚日本 在核處理水排放的問題上 堅持透明、謹慎和科學的態度相比之下 中共對疫情就是截然相反的做法 希望紐爾其後更加鄭重要害 直指大陸核電站的附近水域 相比福島更加不安全 這晚紐爾還走訪了福島當地的超市 購買食材、品嘗水果、大食當地的海鮮 以實際行動表達對福島食品安全的信心